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觉得这句歌词写得像极了他现在的心声 到底我们的当事人遇到了怎样的困惑 而为什么他想逃却又逃不掉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为我们做的外场调解 2013年10月2日来自河北保定里线的崔先生无意中登陆了妻子的QQ空间 万万没想到的是屏幕上的一幕刺痛了他心底最脆弱的那根神经 崔先生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网民 而正是这个男人险些让他妻离子散 正当崔先生陷入无比愤怒的时候 站在一旁的郭女士却非常淡定 并且对此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 自己跟什么人联系是他的权利 崔先生根本管不着 他是他 我是我 为何同处一个屋檐下的这对男女 对这件事的态度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 原来 郭女士跟崔先生早已在去年的10月份办理了离婚手续 可是令人费解的是 这段曾经有过12年婚时两个孩子的离婚夫妻 依旧住在同一屋檐下 还各自履行着夫妻之间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想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妻子 让他心真正地转变过来 围着所有的思想 围着所有的家 我只是希望他能放过我就行 不要再纠缠了 对于这次来到复合天使 两人都有着各自期许 栏目组的调节最终能满足谁的诉求 抑或还有第三种方式解决他们直接矛盾的可能吗 看完这个小片 我想大家可能都和我一样 心中有着很多的困惑 为什么要离婚 离完婚之后又为什么还继续住在一起 今天崔先生也自愿来到了我们的调节现场 我们一起来听他说说看 有请崔先生 你好 您好 我问一下崔先生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想要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 但有一个就是我想得到一个我跟我妻子之间能够合适的沟通方式 我先纠正你一下 因为他已经不是你的妻子了对吗 应该说是前妻 因为你们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对吗 我想问一下你在前妻QQ空间当中看到 这个男人对你们家做过什么让你如此的介怀 因为他在我们离婚以后 就是说他交的这个朋友 他们之间发生过关系 就是我们离婚以后才认识的 可是你是什么时间知道的 又是怎么知道的 怎么发现的呢 我就是我上他那去的时候看到了 后来你去前妻的家里找他 不是他家 他回去以后没在他家 在那个他们县的县城里上班 他住在他叔叔的房子里边 他叔叔的房子没别人 就他自己 那天是我小儿子去找他 他也说了回来了 后来我就开车上他那去了 晚上七点钟去了 去了以后我没给他打电话 去了后来 就是看着下边看着这一些事 就是我看着他们两个人一起上这屋里去了 后来男人走了 我看他 我看着他 那什么 我前击他那个手机 通话记录啊 coho啊 他那种没注意 我看了一下 这个男的是谁你认识吗 认识 我们了解到的信息 应该是那个时候你们已经离婚了 对 既然离婚了 他其实就是自由的 对吗 对 你为什么还那么介意 他跟别的男人怎么样 因为那男的是一个已婚男人 还有老婆 那该里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离婚的时候 就是说他姑娘跟他 儿子跟我跟我 他把那个姑娘带回去以后 后来就说 后来我的小儿子 挺想的 就是有时候我就带我的小儿子 上他家 他在那转圈看看 他经常带孩子到那边去骚扰我 毕竟还是原来的爸妈 亲生爸爸好 对孩子 就去了两次 后来他就跟着回来了 我出于对他的无奈 然后对孩子 有一种责任吧 感觉 那时候我把他叫回来 那时候就说 说回来以后 看看 就是能过到一起呢 下边还复婚 还成一块儿过 那他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带着什么别的条件 就是我给他提过 我说咱们 明把婚复了 他说先复婚了 后来我们就 后来我也没再提过 他也后来没再说 就这个问题 我想听听看 毕老师的看法 在现实生活中呢 有很多种情况 确实存在着 离婚以后 这个还在一个房间 居住的这种情况 但是呢我们说 从法律上来说 离了婚以后 办完了离婚手续 双方就不存在夫妻关系 无论在感情上 还是生活上 还是在经济上 个人都是独自的 都没有向对方承担 做什么承诺的义务 那么像刚才先生所谈到的 这几个问题 那是我们说是 道德层面上的问题 不是法律层面上的问题 而是您确实 也没有权利来干涉 好 谢谢毕老师 那我们再确定一下 今天崔先生来的目的 就是还是希望 跟前妻能够和好 对于他这种婚后 跟别人在一起的恋爱 您不介意 要说不介意 那是先话 就是只会我是想什么 这事要是如果过去了 就让它过去 从刚才跟崔先生的 对话当中 我们隐隐约约能够了解到 这个家庭发生的一些事情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 崔先生的前妻 是否和崔先生 是同样的看法呢 今天他也自愿来到了 我们的调节现场 我们现在有请他上场 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 有请 你好 这边请坐 你好 郭女士 先问一下你 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想让他 别再纠缠我了 放开我 我好不容易 跟他解除了这种婚姻关系吧 可以说 我想有我自己的生活 有我自己的朋友圈子吧 你是怎么会在 这么快的时间内 结束了一段感情 继而就开始 在网上认识新的朋友 那只是朋友关系 然后不如说很快 结束这段关系 我们其实在四五年前 关系就已经破裂了吧 只是最近去年吧 他才同意离婚 然后我们才把这个手续给办了 其实是 实际上我们早就没有感情了 离完婚之后 你的一个人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在我们老家那边上班 上汽车配件厂里边上班吧 女儿放假的时候 跟我一块住 总是就我一个人 突然离开了婚姻当中 这么多年的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 你个人住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有不适应 怎么说呢 有时候我特别喜欢那种安静 但是有时候静下来一个人的时候 也特别孤独 害怕 所以说我就想多交一些朋友 你交朋友的方式是通过什么渠道呢 我开通了微信 然后通过摇一摇 聊到说话比较合得来的 就聊两句 就这种方式吧 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不可能去跟谁交朋友 或者怎么样的 可是你说这个网友 跟你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但是前夫叙述的仿佛 你们之间是恋人的关系 而且对方还有家庭 走错了一步吧 可以说不应该跨出这一步 可能是 你所说的跨出那一步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所说的不正当关系吧 那你对那个男人的家庭背景 什么的了解吗 我又没 我没想 怎么说呢 我只是想 有一个了解我的人 然后能够 执行的朋友吧 我没有想 刚摆脱一段婚姻的束缚 然后再走进下一段 我还没有准备好 一纸离婚协议 结束了12年伤痕累累的婚姻 郭女士终于换来了难得的情景 然而这种清静却让郭女士 极其不适应 她选择了通过网络 向陌生的异性 宣泄内心的孤独和寂寞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已婚男人出现了 她给郭女士带来了 从未有过的关心 体贴和浪漫 两人的关系 也最终跨越了朋友的界限 那就像你说的 你觉得只是 多做了那一步 你现在后悔做出那一步吗 对 那这个事情 后来被前夫知道了之后 你现在和这个朋友还能继续往来吗 我们现在已经摆成这种关系了吧 我感觉遇到一个 可以理解你 可以真正的 怎么说呢 懂你的人很难 所以我们对各自约定好 退回一步 然后做朋友吧 那我想问你啊 既然你也一直重申说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做什么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还要跟前夫住在一起呢 你就自由自在地开始 自己一个人的生活不好吗 她多次带着孩子 到那边去骚扰我 离婚后 郭女士以为终于逃出了崔先生的控制 但事与愿违 回到娘家的她 每天都会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那边永远都是崔先生苦苦的哀求 不久之后 郭女士开始到工厂打工 得到消息的崔先生 就经常带着儿子找到工厂 而每次正当郭女士跟儿子亲近的时候 崔先生却把儿子硬生生的抱走 全然不顾孩子的哭闹 和郭女士的不舍 今年三月份 崔先生更是带着十几个亲友 来到郭女士的娘家 以静坐和绝食的方式 向郭女士施加压力 我们已经离婚了 已经协议好 儿子跟着你 是 那你三番五次地 打着孩子到那 带我那去闹 什么意思呢 那带他去看你 也是跟你闹去了吧 带他去看我 那孩子要跟着我不走 你为什么在那 非要把孩子掠走呢 你不是在撕碎我们母子的心吗 你说 但你说 这所有的事都按 你听你的安排才行 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也行 孩子看你去也是错 也不对 我说过不让孩子看我吗 他看你 他还是 那我想问问你 想要郭女士跟你回家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对孩子 对他感情是有点 必定生活了十好几年了 带一个就是说对孩子 我感觉 你希望他能够回去照顾孩子 应该好点 比任何人都好 那你呢 你回家最终目的 也是因为孩子 对 你对崔先生还有感情吗 我们没有感情 一点都没有 纯粹是为了孩子才回去呢 对于主持人的提问 郭女士沉默了两久 她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如果只是放心不下小儿子 郭女士大可以把儿子接走抚养 为何要以自己回到前夫家 作为代价 难道说 郭女士对前夫 依然都有感情 就是一点感情也没有 只能说没有爱情吧 感情 毕竟生活十几年了 亲情吧 可以说有一种 她一直嘴里边说 爱我怎么样的 我感觉她就对我是一种需要 根本就没有她嘴里边说的什么 有多爱我 为了能和平相处 我也就顺从了吧可以说 那你还记不记得当初离婚是因为什么事 离婚是我想了好久的 其实是 我一直在等着她同一中途 我也离家出走过两次 因为离婚离不了吗 离婚为什么离的 离婚是因为她跟那网友说 当那个网友的小老婆 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半夜一点多钟 我睡着了 睡着了一点多钟醒了 我看她那边没睡 没睡在玩手机呢 没支撑我跑到她身后去了 我看见她那个 偷偷聊天记录了 聊天记录上 写的哪些刺激到你 觉得不能容忍 就是说那个 她那个网友有老婆有孩子 那个网友给她说 就是说 如果她老婆得到什么东西 让她得到 她说什么 她说什么 她说这我觉得值得 怎么都愿意 怎么都行 那个人愿意给你未来吗 我没有让她给我承诺什么未来 因为我自己我也看不到 未来在哪里 因为她不跟我离婚 我不可能 跟谁有什么未来 那你那一次是为了什么呢 自暴自弃吧 自暴自弃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对我的人生 怎么说呢 看不到希望 郭女士上场后的状态 一直表现得极为低落 而更让人吃惊的是 她将所有与异性的暧昧 全部归结为自暴自弃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郭女士对爱情和婚姻 如此绝望 她的内心 到底在寻求何种未见 而这一切 是崔先生始终无法记忆她 郭女士我想知道 你跟这个网友聊天 包括聊的这些内容 是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吗 还是纯粹只是无聊 我只是想摆脱她 你想摆脱她 为什么不正面地 跟她说离婚 跟别的网友 她不同意 那你跟别的网友聊天 是故意让她发现的吗 也不是故意让她发现 就是说 那你跟网友聊天 那你跟网友聊天 就是说 倾诉倾诉嘛 把我心里边的郁闷 跟她说一说 然后有一个人 可以 有一个真正懂我的人 理解我的人 郭女士是这样 我觉得我想跟你分享 一个关于网恋的 一个问题 不管是网恋 还是在微信上 认识一些男人 其实有很多女性 会喜欢跟陌生的男人 去倾诉 觉得那些陌生的男人 比自己家的男人 还要懂自己 这个也是就是 这种网上的情感 比较泛滥的一个原因 但其实他们可能 不太知道 第一就是能够听你倾诉 对你这个柔长白转 非常理解和贴心的 这个网上的男人呢 其实他如果家庭 很幸福的话 他是没有时间 在网上去消磨时光的 也有可能 他自己的老婆 现在也正在上网 非常的不幸福 而这些男人呢 只懂得对于外面的女人 怜香惜意 对于自己家的女人呢 完全就是视而不见 所以其实你认为的这种 理解你的男人 他可能是一个 非常差的一个丈夫 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其实我们都有 相互鼓励的时候 然后和对方好好相处 这也是我们有沟通的时候 你们之所以沟通的好 你认为的沟通的好 是因为你们有共情的部分 这个共情的部分就是 你们的婚姻 貌似都不太幸福 所以才会把这个外人 当作亲人去倾诉 甚至还会幻想 如果我的丈夫 也能像他一样 理解我就好 但是对不起 那个人做丈夫 一定是不成功 不然哪有闲心 去关心外面的女人 这些你跟网友聊天的内容 你觉得在现实生活中 崔先生给不了你吗 他根本就不理解 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不跟我说 有时候你看两口子吵架 如果是发生矛盾之后 有时候两个人 可以沟通沟通 对吧 但是跟他沟通的话 他沟通不了 为什么也沟通不了 就是你给他说话的时候 他不理你 就一声都不吭 我说嘉宾说 咱们这事该怎么办 可以忽略商事商量 不必吵对吧 吵什么呀 该怎么说怎么说 什么事该怎么办怎么办 他不跟你说 会不会他觉得说了 你也不懂 所以他才不说呢 不是 他本身他就不说 一句都不说 一句都不说 要不然就一句不说 要不说就是 咔给你吵几句 就说他不想 跟你沟通那种方式 郭女士 你为什么不说 是一开始就不说 还是 说了没用 失望了 所以不说 说了没用吧 基本上我们两个 就没办法沟通 说什么都没用 咱们提前把证明 把这个事件说一下 说清楚了 让大家也评论一下 你能举个例子吗 就是我们现在干的 就是我们现在干的 那个事情吧 不是跟人家做加工吗 然后一开始他要做 我本身就不同意 然后我说 那个怎么说的 那个不是很稳定吧 就说人家有活给你干 就有的干 没有活给你 就是反正没有保障 我可以说 然后他就不同意 你不想让他干这个觉得没保障 那你希望他干什么 你跟他说了吗 我们那边有好多工作机会的 可以给你打工啊 虽然打工挣钱不多吧 但是 稳定 是吧 稳定 对自己来说也没有压力 但是后来为什么又干上这个 就是说那个东西 现在消费水平高了 那个等于是不够花了 为什么不够花 因为他 就说家里边 在比方说 总共就有三千块钱 他拿了三千块钱 出去买衣服 就一下刮刮刮 也不管你下边 有什么事 再找钱的话 再四处去找去借 那就 就说这么些年 我们一直是这样 有时候为这个事竞争吵架 就前一段时间 前几天 那你的话的意思就是 一年挣的钱 都是我买衣服花了吧 前几天 七天 一个星期花六千块钱 那你一个星期花六千块钱的事 是真的吗 我可以站起来吗 可以 当然可以 第一次我是 找我同学去保定 我就买了这一条裤子 我现在穿的这一条裤子 嗯 一百一十六块钱 嗯 然后我买了一条裤子 特价的 花了一九十八块钱 可能是 我外甥要打电话 当时打电话 要去当兵 我们在超市买了点东西 可能花了要将近两百块钱吧 晚上 就是说外甥走 然后人们都要给他一点 给他一点钱吧 本来打算给他一千 人们都给了五百 我也就给五百 然后过了可能有个三天几天的吧 我们又去高阳 那天我们也是闹气 我说我一个人去 我就买了一件处理的那个村款的 原价是四百多的 花了两百块钱 一件外套是两百 买了一个小条袋吧 花了六十多块钱 然后买了一双特价的鞋 我穿的这双鞋子 花了一百五十多块钱 对吗 我说的 反正钱没剩回来 你不是一直在我身边跟着呢吗 我给你妈妈买鞋了吗 给孩子 两个孩子的衣服鞋子 不要钱吗 人家白给呀都 我没说你没买 我是说钱没剩回来 那我究竟花了多少钱呢 你的钱没剩回来 你说你花了多少钱 好 我相信这些都是生活中 任何一个正常家庭里面夫妻 都会出现的一些矛盾 我想知道是什么 让你下定决心离开她 她对你做的最过分的事是什么 就是我们两个 根本就不能沟通 如果沟通不畅 她会对你做什么吗 她会打我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那次我们两个说好了 要去离婚的 到县里边办手续 然后去了以后 可能人家那边 就是要故意刁难一下你吗 什么缺这个手续 缺那个让你回家取 然后她说再回去取 咱们两个回去取 户口本了什么的 当我踏进家门的时候 她就把门关起来 打我 拿那个这么粗的棍子 都绿蛇了 打得我满身是伤 她说我让你离婚 我让你离婚 嘴里边 还不停地这样说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是 她打了你之后 你当时想过要逃离她吗 根本我就走不了 你知道吗 她时时刻刻地盯着我 然后把我锁在家里边 没有办法摆脱 这么一个魔鬼 我怎么对你 你就感觉我是魔鬼 如果按照崔先生所说 在你们所有的婚姻生活当中 她只动手打过你那一次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 你觉得她是魔鬼 其他的方面 这就是 根本不像她说的那样 就打过一次 经常打吗 就是说这次离婚 我们离完婚以后 你有打过我几次 我想请教一下 毕老师 毕律师像这种情况 属于家暴吗 我们说家庭暴力 它不是一个法律的概念 但是我们说 你不管是在婚内 还是在婚外 一方 尤其是男方 都不应该对另外一方 施加暴力 这种殴打 那时候没打他 就是拽着他走 包括刚才你说的那种情况 在任何情况下 一方都不应当 对另一方实施暴力 这种实施暴力的行为 轻则触犯行政法规 会进行行政处罚 重则是触犯刑律的 是这样 其实你要时刻记得 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你的诉求是希望 他跟你回家 对吗 接下来我还是想跟 郭女士好好地聊一聊 在我跟你的对话当中 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是 其实你是一个挺渴望 关心 渴望爱的一个人 你好几次用魔鬼 无法忍受 想要自由 来形容你对面的这个男人 你也一直在跟我说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理解我的人 懂得我的人 能够愿意听我倾诉的人 来形容你认识的那些网友 所以我在想 你内心深处 到底渴望的是什么 我想这会不会跟你过往的经历 也有关 他既然是这样的一个人 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择嫁给他 他当时想追求我吗 然后 然后我可能问他 你会娶我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聊聊几句 郭女士便主动提出结婚的想法 而崔先生 对郭女士也一见钟情 当天两人就定下这门婚事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两人就正式结为夫妻 这是如此草率的决定 让两人的这段婚姻 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郭女士如此迫切地 想要立刻结婚 因为我想有一个家 想有一个安定的家 当时 你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 不愉快吗 因为我的父母经常打架 我回到家里边 几乎每次回到家里边 听到都是他们吵架的声音 我想有一个自己安定和谐的家吧 你在他之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因为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谈过一个男朋友 是初恋吗 对 我和他的那份感情 因为我的辍学 无疾而终了吧 可以说 是由我单方面 和他断绝联系的 你为什么辍学 因为当时家里边的条件不是很好 马上要高考了 他考上以后 没有前读 还要借钱跟一样 把人家笑话 就不读了 那你不读书了 为什么要跟男朋友分手呢 我感觉 既然我不能再走 求学这条道了吧 我们可能就不可能走在一起了 因为他当时 学习还是蛮好的 你也不想耽误他是吗 对 我不想成为他的半教师吧 你当时痛苦吗 对 我就是说 我感觉 我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了 所以那我当 我们那不叫谈恋爱吧 只是结婚 这中间有多长时间 两年吧 这两年你都是自己一个人 我在外边打工 也有追求着 然后我又不想 对谁付出什么感情 因为我那感情都锁定在那一个人的身上 那后来你跟你的初恋男朋友还有联系吗 没有 他考上大学了吗 听同学们说考上了 然后是经过复习了两年才考上的 我感觉 我感觉可能有我的一部分原因吧 对他有一定的内疚 你再也没有联系过他 他也没有来找过你吗 去年 我通过朋友 和他 在客户上聊了两次 他还没有结婚 让我更感到 内疚吧 可以说是 那他需要你陪他一起成长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离开他 仅仅就是怕耽误他吗 如果他不觉得那是耽误 他不觉得你是绊脚石 你这种离开不是很没有意义吗 可能当时我想法很幼稚吧 其实刚才你在说到你的初恋的时候呢 我心里一直在打问号就是 这些真的发生过吗 因为你非常的执着于过去 而且你的这种执着 你说到初恋时的种种感受 让我们看到的是无限的哀伤 非常的哀怨 我们说 其实一段健康的情感 一段好的爱情 它一定是能够带给人动力的 是有活力的 它就应该是像你记忆里曾经一朵鲜活的玫瑰花那样 当你现在的生活感到疲惫的时候 它总是能唤起你美好的体验 总是能照亮你现在的生活 而不是它像一棵枯死的植物一样摆在那儿 让你用眼泪去浇灌它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真的很怀疑 你现在是在用你现在活生生的鲜活的生活 在为过去那朵可能从来没有开放过的花 在上色 上色的意思也就是 你大部分对那段感情的留恋 其实都是幻想 当你在不停地把一个人当作一个纪念碑一样去纪念的话 它永远是十全十美的 那你现实当中的任何一个出现的人都不可能打败它 所以好好想想过去那段感情 它真的那么地美好吗 还是因为它没有得到 没有实现 所以你就更加觉得它美好 这个是你需要去想的 那我想问问郭女士 初恋男朋友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让你用一些词或者语句来形容它的话 它永远是我心里一道美丽的风景吗 它有哪些优点 它很豁达 能包容我的一切 我不能包容 它有一种吸引人的气质 它很有才华 帅 对 在我看的是 高大 帅气 有才华 有一种吸引人的气质 豁达 能够包容你 这是你刚才向我描述的 你对初恋男友的形象 对 那崔先生呢 谈及十五年前的那段初恋 郭女士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 十五年来 为什么这个男人一直占据着郭女士的内心 这正如心理专家所推断的 仅仅是一种异想吗 如果不是 那他为什么如此轻率地选择了崔先生 难道崔先生对他来说 仅仅是结婚的一个工具 他心胸狭 没有一个男人应有的方法吧 对什么事情上他都有霸道 咱们说话的口底的心才行呢 咱们买车的时候 我说买什么 我说买面包车 他非要买轿车 后来说同意买轿车了吧 我说买个四五万块钱的轿车 本身经济上是不行 当然不行 必须得买好的 便宜的不行 是随我还是随你 崔先生其实我对你的回答 还蛮意外的 我觉得如果是我 听到我的先生坐在这里 听完我去阐述我 对于我初恋男朋友的印象 跟对他的印象之后 他能跟我聊的是一个买车 霸道什么之类的 不是 他说我霸道 就是在我们 你不介意他说他初恋男朋友 在他心目中的形象 跟说你在他心目中的形象的那个反差 不是 现在他说 那是他只是他的初恋 他后来没跟他联系 咱们我觉得说那个事 所以你觉得他只要不跟那个男人联系 就没事 就好好的 不影响你们时间的感情 你不觉得那些放在心底里头的那个印象 跟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这样的反差 这样的对比 不是初恋 谁也有初恋 初恋的感觉是挺好 我也有 秦英老师 同样作为女性 然后 你听完刚才他们这一段 对于生活的一个共同的不一样的描述 有什么看法 我先说说这位先生吧 我对您能说的只有一句就是 怎么跟人离婚了还管那么多 这是我觉得您很荒唐的地方 当然这个荒唐也表露出了您的一种可爱 就是因为对他还有一种情感的诉求在 对吗 所以说才会有 各种各样的可能 让外人看起来会觉得有点不可理解 甚至不可理喻的一些行为 但这背后我觉得透露出的可能是一种爱 但是为什么我说可能是一种爱呢 就是也可能它是一种控制 也可能它就是一种 我反正一直没有得到你的心 我一直都知道你可能 不是初恋男友就是别的男人 所以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不甘心 这个心情到底是什么 我想您静下心来好好分析一下 是能够想出来这其中的门道的 崔先生我跟您说一下啊 对各位这个女人 她除了是你孩子的妈 是你的 现在是前妻以前是你妻子啊 她有履行妻子的责任 也有履行孩子责任 除了挣钱做家务带孩子之外 她也是个女人 她有她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了解她吗 她喜欢穿得漂漂亮亮的 她想把自己过得特别细腻 想自己特别懂生活 她希望你是那样一个男人 所以你真正地体会她之后 你才知道什么叫爱 你了解她之后 她才愿意掏心掏肺地跟你说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理解 嗯 安莱老师 我是想说一下初恋的问题 因为你一直在讲这个 你不能忘了初恋情人 然后刚才你也说 你这辈子不会再爱上别人了 是吧 你 这种爱的感觉 只有她能给你 对吗 现在是 好 无论现在是还是从前是 在我接触过的 凡是说认定 对一个人痴心不改的这些案例中 没有后来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故事 如果真的只爱一个人的话 是不会有后面这些发生的 你为什么在心里爱着一个人的同时 感觉这辈子都不会爱了 花也不会开了 怎么后面还会有这么多的 这个奇怪的相遇呢 你是不是真的对初恋难以忘怀 还是只是有一个美好的情节 放在那儿给自己找了诸多的借口 最后还要回接到你和 这个前夫的关系上 很多女人会抱怨男人不浪漫 然后因为这个男人 自家男人不浪漫 就会任由外面的三两句甜言蜜语 被骗了去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啊 我觉得 因为其实有时候男人不跟你说那些话 是因为不必跟你说 当然我们希望男人能够对于妻子贴心一点 但有的时候那些甜言蜜语真的是糖衣炮蛋 而且很多时候夫妻之间 我反而觉得一个理智的丈夫和一个浪漫的妻子 是非常幸福的一个组合 其实你们两个人如果想好好过 认真的去倾听对方的话 是具备一个幸福婚姻的模板的 但是你们自己一个表达爱表达的不对 一个拒绝爱 拒绝的就像在要爱 所以才导致今天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更多的问题还是觉得 郭女士应该更多地认清自己 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我可羡慕人家大街上 有时候像一对情侣 那跨着胳膊走啊 她从来没有的事 就是我请问她带她的时候 有时候故意逗她 故意踩刹车 然后往前冲 幸福的小冲刺 对对对 就是因为那样逗她 那她呢 她不理解 她就是说 老总是把我拒千里之外 那种感觉 这个拒绝亲热 是结婚多长时间发生的事 结婚 一开始挺好的 刚开始也不过好了 一个半年左右 后来就这样了 半年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差不多 但后来什么信息都通了 她想法也就多了 我也不知道这具体事该怎么做 郭女士你为什么 结婚半年就开始拒绝跟 凹凸不平的一个地 你对她没有你心里应有的那份尊重 或者说那份对男人的那种 仰视也好 崇拜也好 实际上你嫁给她的时候 你认为你就是下嫁了 一她穷 二她没有文化 第三 你跟她生活之后 你感觉她生活就是一地的琐碎 对钱看得特别重 不注意生活情调 这都是你这么长时间 你没有真正爱上她的原因 那么最主要一个 你们夫妻之间不和谐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都知道 女人的身体是跟她心灵走的 你心里没有接受一个男人 不喜欢这个男人 所以你可能跟她过 基本的夫妻的生活 应尽的一种妻子的义务 你都不愿意 你可能没法再跟她相处了 那么这可能是你 离婚的一个主要原因 郭女士啊 你曾经爱过她吗 爱过吗 你在结婚前爱过她吗 郭女士 我对想问一下呢 在你们这么长的婚姻生活之中 你有没有有过一瞬间 一晚上 或者一天 或者一个小时 你爱上过她 她也有打动我的时候 是有吧 有 那么这样的次数可能会不多 但是呢 是仅仅就一次吗 还是有 有那么几次 有几次吧 崔先生听到了吗 听到了 听到了啊 我 我得说你两句 为什么我得说你两句呢 今天 你来到这个现场 你是主宿人 如果说你想把她拉回来 那么你这么说她这样不好 那样不好 我如果是她的话 我就会说我既然这么不好 你知道我干嘛 说实话 为了孩子我觉得 不对 真的 孩子需要她 她在什么情况下 她都是孩子的母亲 不论说儿子是不是跟你 儿子永远是她的儿子 这个母爱是不会是没有的 我 从内心当中想让她回来 那就做出让她回来的表现来 但是我跟她之间 就是沟通方式 她就 怎么说呀 她心结打不开 就是说你说什么也没用 如果说 你真的说是 你说什么都没用 我刚才问她 她说 我说你有没有爱过 崔先生 她不会说 她没有爱过你 其实啊 刚才 毕老师一直在问 崔先生是否 真的能够读懂 郭女士的心 我们的编导 这次也特地 去到郭女士的家里 在她的电脑上 拍摄下了一些 她QQ空间里面的一些情景 不知道这段短片播完之后 会否对崔先生 有一个新的 对郭女士的了解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正得郭女士同意的情况下 记者访问了她的QQ空间 空间的名字叫 爱你到老 在她的空间里 并没有发表什么日志 而是转载了许多 关于情感的文章 就是我生活中 一部分了吧 所以我已经 郭女士的网名叫扶萍 与之相配的是一张 普通的鹅卵式照片 就是这张照片 在郭女士与记者的沟通中 反复被提及 生活的吹打磨脸 都成了那种 一点没有脾气 没有扁性的那种性格 都可以怎么说呢 反正我就是说 感觉自己没有狼角了吧 崔先生 你看懂刚才那些了吗 他只是骗美 你注意到刚才 他的网名叫什么了吗 叫扶萍 什么意思呢 传达的 不懂 那他的头像是什么 你注意到了吗 是那个 用水冲刷的那种原石头 嗯 鹅卵石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 选那张图片 来代表自己的头像吗 他说是用这时间 把他冲刷得没脾气 没什么 没有棱角了 他实际上不是那种回事 所以你不认同吗 那他转载的那些 有关于情感故事的文章 你都细心地看过吗 有的看过 没看的那些是为什么 看不下去 有时候看看就不想看了 没意思 你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叫那个名字 为什么用那样的头像 他发的那些文章 你觉得没意思 看不懂 那他想要的男人 是什么样的 你是不是符合 他那个男人的形象 这总是自己想要思考的吧 因为你现在是要他回来嘛 你是有目的的不是吗 但是你又不去努力 总是在说 他哪些哪些地方 做得不够好 哪些哪些地方 总是跟你吵 那刚好顺他心如他意 他本来就不想要你了 这不只有一排两三吗 这些话有时候 我给他这样说 我说如果我不懂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 但他不跟我说 有的人的性格 他就是不想说 那怎么办 他不想说 你是不是得想点办法 现在是你想要他回来嘛 我想不出 办什么办法能够 那我们听听看 一位老师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说一件事 你们觉得对不对 你们俩十三年日子 过了这么长时间 你们俩根本就不熟 你们俩谁跟谁都不熟 我感觉是 好你感觉是对吧 那好那我接着再问你 你接着来干嘛来了 不是不沟通的话 他回去以后 我们照样也是打架 因为他干每件事情 他都必须要拉着我一块干 他离不开你 他缺了你 不一定能办得成事 也不是说他非需要我 缺了我办不成事 他是说离不开女人 离不开跟他一块 离不开女人还是离不开你 离不开女人吧 离不开和他一块 支撑这个家的女人吗 他一个人支撑不起这个家 所以他需要你一起 帮他把家里的事情做起来 包括外面的事情做起来 所以现在你自己一个人 能撑得起来吗 现在干的所有的事 你敢说所有的事 都是你一个人在支撑吗 就是我离开 我们离婚这一段时间 我离开了一段时间 他又找一个其他的女人 来帮他支撑这个家 那你怎么还回去了呢 你怎么那么愿意 愿意让自己不存款呢 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带着孩子在我那闹 根本我就不知道这个情况 后来我回家以后才知道的 你又找了一个 你还在去跟前妻那闹 再给人闹过来 有这么办事的吗 他感觉他不如我能力强 就他自己说的 说实话 我感觉那个女人比你好 那你为什么把他干燥 因为你是孩子的亲妈 在和郭女士离婚后 每天打理自家的超市和加工厂 已经让崔先生应接不暇 而更让他犯愁的 是刚满三岁的儿子无人照料 崔先生也曾尝试交往了一个对象 但事与愿违 儿子对于家里新来的面孔 极其排斥 总是又吵又闹 甚至绝食要找妈妈 不忍心看着儿子如此难过 崔先生觉得试图挽回郭女士 我就是不想让他家破碎了 他总是拿这个事情威胁我 他说如果我走了 就家破人亡了 我这样吧 其实我觉得两位一直都在说 害怕家破人亡 是对孩子有顾虑 那我不知道你们平常 跟孩子的沟通和交流有多少 但是呢 我们的编导 这次也特地去访问到了孩子 我们想听听看孩子对于你们两个人 这样的一种交流 有什么样的看法 孩子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中 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能跟我说一下 为什么一直在写这个字吗 你对我看这个牙永远是在 在你爸妈面前哭过吗 哭过 没有 你跟他们说过你的想法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人跟他们说过你 我要爸爸生气 我希望他们还能在这里 一起活 一起生活 在这面斑驳的墙上 原本贴满了真正获得的奖状 但父母的争吵让他撕下了所有的这些荣誉 写上了他纯真的愿望 我不想放弃让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 女儿一直在反复地写永远的永 希望可以一直永远跟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 当然是作为一个孩子来说 这一定是他最大的希望 但是我 怎么说我总觉得如果孩子每天生活在 看到你们这样争吵的环境中 这对他的成长真的好吗 你们想过吗 所以我尽量避免和他争吵 他又 那你俩现在又无法沟通 怎么办呢 他肯定是不可能改变的 我 我也不想改变 我也想要追求属于我的那一份幸福 崔先生呢 放了吧 让他追求他的幸福是吧 那你会不会又隔两天带着孩子去找他 绝对不会 差不多算了 你 希望你以后能找到你幸福 不想说别的 郭女士 你有什么话想跟崔先生说的吗 我希望他以后不要自暴自弃 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人好好 过日子吧 对孩子多点责任 对自己也多一点责任 不是每一段恋情的结束 就抹杀了曾经的感动 哪怕只有一天 哪怕只有一刻 他曾经让你记住 让你心动 带着感恩的心情说再见 也许比怨恨要来的洒脱 对他们两人来说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幸福的开始 不幸福呢 lude